公车司机气到整个人都站起来 一旁穿着蓝衣的男子 则站在门口气扑扑和他吵了起来 直进双方你一言我一语 吵个没完 让整车乘客全看傻眼 事发就在17号上午 新北市板桥新普捷运的公车站旁 当时客运准备开上台64线快速道路 而司机则已经算好 每个乘客必须一人一位 客满之后男子无法顺利上车 这才气得和对方爆发口角 对此客运公司也回应 公车在平面道路行驶时 乘客可坐可站 但一旦上了高速或是快速道路 为了安全都必须要有座位 否则就会遭到裁罚 这回司机不让乘客上车 也是为了确保安全上路 希望民众能够多多体谅